大家好,我是万邦君,欢迎来到我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谈一下我之前跟大家承诺一直要讲的,就是这个ETF 这个ETF呢,首先跟大家谈这个词啊,叫Exchange Trade Fund啊 翻译过来白话呢,就是在交易所上可以自由交易的一个基金啊 它其实不是指数基金的意思啊,指数基金英文叫Index Fund 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会把两者混在一起啊,他们区别是什么 指数基金呢,代表说这个基金的所有的投资呢,基本上完全是跟着指数来的,是被动的,没有所谓选股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呢,如果是ETF呢,它可能是一个指数基金,它也可能是一个manager fund,有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 只不过这个基金呢,就是你投入这个基金的钱拿回来的时候呢,它没有这种赎回的方式 它的方式是把这个基金放到这个证券交易所啊 比如说像这个悉尼的ASX,澳洲的ASX,你的份额呢,可以在上面公开的买卖啊 你不是把这个基金呢,从基金经理赎回,而是通过这个交易所呢,卖给另外一个投资人啊,他把你的东西买走 所以呢,EKF呢,代表了任何一个可以在交易所可以自由流动交易的一个基金啊 这个EKF呢,它其实分为很多种啊,就是最近理财嘛,大家都讲说这个EKF是这个散户神器啊 为什么说是散户神器呢,之前的节目我有提过啊,第一点就是啊,基本99%的散户,它最终是跑出大盘的 包括基金经理的比例会少一些,但是也有80%,我看过一本书啊,就说任何事情啊,它的成功概率是少于25% 那这个事呢,基本上就是随机的,所以如果说80%的基金经理未来都会跑出大盘的话,你这个东西就跟买彩票一样 就是你能买到一个打败大盘的基金经理啊,基本上来说这个几率跟买彩票差不多啊 这个东西,你就算中奖啊,找到这样基金经理 而且呢,你也不知道这种基金经理呢,他过去10年打败大盘了,那未来10年,能不能继续打败大盘呢 这个事呢,也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散户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买这种指数基金啊,这种ETF跟着大盘走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只是说因为就是打败不了大盘这一个原因,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分散风险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买个股的时候呢,我们的经历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就是我们如果买的东西都是不同行业的话,我们很难理解我们买的这个股票到底是做什么的 而且呢,有每个行业呢,每年都会有各种的变动啊,比如说我买过股票的时候,我知道我见过很多事情发生了,比如说 政府突然对这个行业进行regulation啊,就是进行管制了,说啊,比如说你这天然气的价格不应该超过多少钱啊 再或者这个CEO辞职啊,然后或者这个这个管理人员生病啊,再或者就是说这个行业面临了冲击啊,比如说这个你这个行业做得很好好的,然后突然有新的竞争对手进入到这个行业,所以有太多未知数啊 一旦遇到这种事件之后呢,股价大跌,然后你的投资就损失了,你可能很难再追回你的损失 但是ETF呢,它跟踪的是几十只甚至几百只股票 只要一只股票出问题,不会同时99只股票都会出问题 所以呢,这点来讲,对投资人是非常有利的 我觉得我们投资第一件事呢,就是先不要亏钱 然后再想挣钱的事情,把先把亏损控制住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就算你选股能打败大盘 你要问自己值不值得,什么意思呢?我以前就是练过武术嘛 当时我觉得练武术,我就是强身健体,保卫自己 我就想说,在街上如果有流氓要攻击我,我可以保护自己 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如果我练武术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身体健康 那这个目的是值得的 如果我只是单纯为了保护我自己,那这个成本就太大了 为什么大呢?首先呢,这个就是澳洲治安很好嘛 这个你被流氓袭击的概率是很少的,这东西 对不对?同时呢,如果你想保护自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啥呢? 你有个棍子,是不是?有个刀子,那这个东西谁都不敢碰你了 哪怕是一个十几岁小孩,他挥着刀子,你一个大人你都不敢过去了 我跟大家说的不是鼓励大家带兵器啊 我是跟你讲说,你每周每个月要花就是好几天的时间 很多的精力到这里上面去,去应付一件可能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你付出的成本就太大了 那同样的道理啊,就如果你的投资资金就只有二三十万 然后呢,你每天花大量的精力去研究股票 最终结果是你只战胜了市场1%、2% 然后给你多带来1%、2%高于市场的回报 你二三十万的股票,然后你花了大量的时间 你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吗? 你确实达到了你的目的 但是你付出的成本实在太多,不值得你这么做 你要是你的投资额度已经几千万了 可能多1%这也是很多钱 但是你大部分散户都是100万以下的一个就是portfolio 这个投资组合,那值得吗? 是不是?再有一点的就是说 如果你想买很多股票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买20个什么某某板块的股票 我去买的这些股票的时候 我花的时间,然后还有我花的这个手续费很高 但是如果我想,我如果有EKF啊 就是有这种指数基金 比如说我要买医疗板块 我只要做一次交易 这个基金里面本身就包含了这个整个板块里所有的这个股票 所以对我来说呢 就是这个EKF对我们散户呢 达成了几点呢 就第一点帮助我们最少的降低了风险 就是把个股的风险降到就无限的利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市场真不好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敢大胆抄理的 有些公司出问题,你抄理了,你不敢的 就是明天这个公司在不在,你不知道的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EKF成本和回报 是对我们来散户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这个股票啊 这个东西 我们单纯买一个EKF啊 然后我们能获得跟市场一样的回报 所以我们的付出和回报来讲的话 就是是不成正比的 知道吧 不像说你研究股票花很久的时间 可能还打败不了大盘 第三点呢就是降低了我们的费用 我们只需要买一份EKF就能够等于说 间接的购入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股票啊 所以这个对散户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东西啊 但是对这个基金经理啊 对这种机构来讲是非常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以前基金经理收人收你个管理费 一年收你个2%对不对 哪怕这个这个没给你赚钱 他还收你这个钱 但是呢 现在EKF呢 这个管理费最低的可以到0.003 这简直就不是钱吧 这东西啊 你去把你房子出租的话 那个房屋中介还收你5%的管理费 你想如果要收成0.003 那就是几分钱了 所以这点呢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剩下呢 我们谈呢 就是说 ETF的种类啊 ETF呢 就是最简单来讲的 就是第一点是大盘指数的ETF 这种呢 说白了就是跟着大盘走啊 比如说像这个IVV 他就跟着这个标普大盘走啊 像这个Q 大家都知道这个QQQ啊 那就跟着纳斯达克大盘走 所以啊 很多理财书籍啊 鼓励你啊 就是说长期等份等额的定投这个大盘 比如说每个月一号拿出一份钱 对着大盘指数的这种就是ETF 我个人认为呢 这种方法是很好的 但是它其实有个误区 我认为长期可以定投的这个大盘的指数基金呢 只有美股啊 像什么IVV QQQ 其他国家的这个大盘的指数定投啊 我觉得你要谨慎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国家的这个 它的大盘指数啊 已经很久没有创新高啊 就是在一个区间里面不停在波动 呃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说白了 就是中国的A股嘛 人家说十年如一日嘛 就是过去十年前是三千年 十年之后可能不但不是三千年 还比这个这三千年还低了 就是没有创新高嘛 有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指数呢 它比这个A股还要摔 比如说英国的富时指数 也是长时间在一个区间里波动啊 你想象一下 你十年一直在定投这个指数 但这个指数一直没有带来更好的回报 它就是在这期间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你一直在定投嘛 有的时候你买的价格高 有的时候你买价格低 综合下来 这十年下来 你其实可能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但是美股不一样 美国是世界经济的老大啊 就是所以澳洲官员常常说嘛 美国经济无论出什么事 它永远是会向上的啊 因为它是美元是世界通用的嘛 所以如果你要定投大盘 那听我一句劝 我个人认为啊 只能定投美股 如果你还是想投你本国的这个大盘呢 我建议你呢 去投这个板块啊 不要投大盘 你比如说你投这个上阵指数 上阵指数十几年表现都非常不好嘛 但是上阵主持里面有这个上阵消费板块 还有这个上阵医药板块 你看他这两个板块的基金呢 等于来说呢 是长期是向上的 整个趋势向上的 尤其是消费板块 里面有茅檀嘛 所以它走得非常漂亮 那再比如像这个澳洲的这个ASX200 它其实在过去一段 就是四五年时间吧 它也是走在一个区间里面 涨幅不是特别好 差不多也就百分之十几二十吧 这种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去投这个ASX中盘股啊 Mid Calf 50 有对应的那个ETF 我记得是MRV 它的涨幅其实远远超过大盘的啊 超过这个这个ASX200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投美股 你可以进投大盘 如果你投你自己国家 不管你是泰国中国英国这东西 我建你呢是投资它里面的板块啊 最简单的来讲的话 如果你的风险系数比较低 你可以投资这种中盘股啊 Mid Cap 如果你的风险系数比较高呢 其实最稳健的板块呢 就是科技板块和这种 Health Care这种医药板块 它其实来讲的话是长期走的比较好的 任何国家其实你看科技和医药 就涨幅都是不错的 下一步呢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说 ETF呢 它其实有一些比较迷惑性的地方 就是有些ETF呢 你是不能定投的 你只能是就是说阶段性的去买啊 比如说有一个ETF叫XMMO嘛 叫Middle Cup Momentum 它这个ETF呢 它其实不 它不是跟踪某种指数啊 它是跟踪某种策略 它的策略就是说买入那种创新高的股票 52周创新高的股票 理论背后的就是想法呢 就是说一个股票 如果过去52周涨得很好 创新高 它未来只会继续涨 如果是大牛市的时候呢 这种方法是没错的 但如果遇到熊市或市场 是走的是这种整理的行情的时候呢 它这个回报其实就比较差 那再比如说有的这个ETF 叫什么Value ETF 就是走这种价值投资ETF 它就买那种就是被低估的股票 那这种策略呢 反而呢是在熊市的时候比较好 在牛市的时候呢 普遍回报就不怎么好 有些这种价值的ETF 我记得过去十年 差不多回报只有80% 严重跑出这种大盘 所以呢 就这种策略级别的ETF呢 你要谨慎投资 第一点呢 你要是你要真明白 这个策略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分析说 你现在这个策略呢 适不适合这个市场 我觉得这个呢 就不是小白能玩的 那基本就是更进阶一部分 你要开始要择时 要判断市场了 然后还有一些ETF呢 是属于那种 就是主题ETF 比如说太阳能ETF啊 电动车ETF啊 然后什么这个游戏ETF啊 就是它根据一个主题去投资 然后呢 你看看就是说 什么样的主题呢 就是在未来呢 比较有去投资前景 所以这些呢 就是策略型ETF 和这个主题性ETF 它是属于给那种 高阶段的玩家 去玩的这东西 就是如果你喜欢选股啊 我觉得选基金可能会比选股更好一些 你只要确定好方向就行了 你觉得这种策略或这种主题 未来十年是不是会真的说 说表现的非常的好 还有呢 ETF呢 其实它不只是包括股票 它也有像什么大宗商品 黄金 然后呢 还有一些债券 一般其实普通的配置呢 就是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涉及到股票 黄金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债券 这三种凑在一起啊 一般来说呢 这个怎么配置呢 网上普遍能查到这个 就是说配置的方式呢 就是说 根据你的年龄来 如果你越年轻 你配置股票的成分就越多一些 就是你的逐渐到退休啊 你配置这个债券的方式就多一些啊 我看到现在比较均衡的方式呢 基本上就是说啊 70%的股票 20%的这个债券 10%的黄金 这么配置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熊市的时候 可能这个债券涨的比较好啊 股市表现不好 通货膨胀特别严重的时候呢 可能黄金涨的就特别好 所以用不同的配置呢 来应对不同的市场 为什么配置70%的股票呢 是因为这个股票呢 长期来讲是跑用债券和黄金的嘛 你要保留你的收益呢 所以你股票也不能少 所以以下呢 就是对EKF的一种简单的介绍啊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请不吝点赞 稍微不吝点赞 好